我記得強檢最頻繁時 天氣最冷 最冷的幾天 我們都租了很多戶外的石油氣暖爐 就擺在球場那裡 被街坊在排隊的龍旁邊增加溫度 畫面中的人名叫李之鋒 是香港九龍城區各界聯會會長 數月來 他投身基層社區抗議工作 回憶起第五波疫情最嚴峻的時期 他仍感觸頗深 李之鋒介紹 九龍東屬於疫下重災區 關塘 黃大仙等地搶檢不斷 疫情初期 英語連綿 春寒料巧 李之鋒眼見區內老人兒童在戶外排長隊等待檢測 於是立即召集同事展開支援行動 強檢的時候 在觀塘可能有五個站 五個站頭就那些街坊排成兩個小時 因為其實五個地方並不是每個地方都那麼多人 每個站頭我們都去點算那些人流 然後每半個小時 放上我們去Facebook 給那些街坊知道 哪個地方是比較人少 那我們就租到那些旅遊巴 去疏到那些人流 其實都起到一個挺好的作用 由於長期支援抗疫一線工作 李之鋒在今年二月初 不幸感染了新冠病毒 不得不居家檢疫 隔離的經歷 讓他體會到意下市民所面臨的身心壓力 也由此蒙上了一個新的想法 我們就在想想 既然我們說物資供應已經有很多人去做 義工工作也有很多人去做 不如我們想想 會不會在這個情緒支援這方面 我們又去幫忙 去試一下 所以我們就和幾個朋友 大家一談 就一拍即合 因為有幾位都是一個專業的心理學家 精神學家等等 他們亦都是很同意這個想法 這個觀點 就是我們去成立一條熱線 去幫助一下 我們的叫做有需要的手續 很快之內就已經得到 很多香港的專業協會 大家都很想加入來去幫忙 所以我們就成立了這個叫做抗疫心靈熱線 在專業人士和社會團體的支持下 抗疫心靈熱線處理求助個案的內容越來越廣泛 從日常諮詢到物資求助 從心靈慰藉到專業疏導 在李志鋒看來 一通通電話將求助者與義工聯繫在一起 讓電話那頭孤立烏遠的人們感受到來自外界的溫暖與支持 當大家打到來之後 我們首先要了解一下 它究竟是 主要它的問題在哪裏 它是感染了 然後想諮詢一些比較簡單的問題 這些我們已經是培訓好 我們的一部分的義工是懂得回答它 但是 可能他們已經是有些很旁不安 很大的情緒問題了 那我們就要轉介給我們後面的支援的梯隊了 疫情之下 兒童也是易感染群體 為鼓勵香港兒童接種疫苗 李志鋒還與同事一連三天舉辦活動 為3歲至12歲的幼兒園學童、小學生及陪同家長接種疫苗 我們都在復活節 利用一個復活節的假期 就怎樣可以在他們開學前 就組織那些幼稚園或者小學生 來到我們這個好好玩的場地 當然我們是符合政府的防疫規範 然後來到這裡 一個打針 第二個可以有很豐富的禮物 第三個也有很多打卡位 希望能夠對小朋友減輕他們一些恐懼